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今天用几个青辣椒做好吃的下饭菜 青椒要选择这种螺丝青辣椒 青椒放盆子里,倒入清水 把青辣椒清洗干净 把洗干净的青辣椒切成小块 去纸 把切好的青辣椒放篮子里 青辣椒在篮子里不停的抖动片刻 把多余的辣椒纸抖落下来 然后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小块瘦肉 把肉切成肉片 再把切好的肉片放小碗里 接着在肉片里倒入一点蚝油 再倒入一点老抽 捉匀 放一边腌制一下 再准备一小块五花肉 肥肉稍微多一点的 把五花肉的皮去掉 再把五花肉切成薄片 装起,备用 准备一点配料 准备一半蒜 压扁,切碎 装起,备用 再准备一半蒜 再准备一点豆豉 和切好的蒜放一起 热锅不用放油 把篮子里的青辣椒倒入锅中 翻炒 紧接着放进一小勺半的盐 大火不停干炒 炒干青辣椒表面的水分 把炒干表面水分的青辣椒装起 另起锅,热锅放进些猪油 把五花肉倒入锅中翻炒 把五花肉炒至变色微黄 接着把蒜和豆豉倒进来 翻炒出香味 蒜和豆豉炒出香味后 把青辣椒倒进来 不停翻炒片刻 让青辣椒融入蒜豆豉香味 然后在锅中间腾出点地方 把之前腌制好的肉片倒进来 不停翻炒肉片 把肉片翻炒至变色 肉片炒至变色后 放少许鸡精 一点蚝油 有骨头汤放少许骨头汤 炒出油汁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今天做的这道湖南农家小炒肉 特别的香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话可以做来试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